鬼点微体的CAM 这个是前面的CAM的方法的一个改良 接下来呢 然后会用ResNet做一个案例来示范 这篇文章是在2016年 所以这个进展非常快 CAM在2015 然后改进鬼点微体的CAM就到2016 出来了 我们回头review一下刚刚的CAM CAM第一步要做Inference Inference它用的是大的F的K 然后在做Inference的时候会找到 从GAP的layer到最后一层 Soft Max的layer 它中间会有一个W 这个Wave在这边 那做CAM class activation mapping的时候 我们就拿到这些W 乘上相对应的小写的F的XY 然后把它加起来 就可以得到CAM这个影像 就是右下角这个红色的部分 所以这边很重要的 就是要有一个Global average pooling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篇文章说这一个要求是一个弱点 如果你最后那一个地方没有用到Global average pooling的话 那你怎么办就不能用这个方法了 所以它提出来的改定的方法是这样子的 这一个是Gradecam的文章上说的 它说前面这是一张影像 有一个狗有一个猫 然后经过CAM的layer 这是最后一层的CAM layer 之后到后面 如果它不用GAP 不用Global average pooling 它用的是其他的Fully collected layer 或者是RNN LSTN 或者是用其他的 你要做的事情是 Image classification Image caption 就是加上标题 或者是Visual question answer 问题的解答 你加了一些不一样的layer的话 那你要怎么办 那么注意一下 它这边paper它的符号有改变 原来CAM的里面 它的最后一层layer的影像 叫做小写的F的K 然后XY 这边改了 这边它叫成大写的A 代替了小写的F 第几层还是用K 但是横轴是X 纵轴是Y 它改成了用IJ 所以你在读paper的时候 要看一下它的符号有改变 然后最后一层的 Softmax的那一层 CAM的paper 它是用Softmax 就是用S class就是哪一个类别 新的这篇文章 它是用Y 大写的Y 然后它的class还是用C 要注意一下这个符号有变更 好 那我们现在画一个空白 就是不管这边是什么样的layer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找到一个 和global average pooling相等的事情 然后找到这个w 这些系数 就可以得到原来的CAM的一个map 我们现在题目 命题是这样子的 我们在最后的CAM的layer之后的后面 不是GAP 但是呢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得到CAM的那个map 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做呢 就是要找到一个方法 那个方法呢 可以达到GAP类似的功能 然后并且告诉我们w是多少 这里下呢 就是这边的过程 原来的CAM呢 你要找到 它会给你一个w 你把w呢 放进去之后呢 乘上最后一层layer的影像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map 那我们现在呢 是有这些影像 有这些影像 但是没有w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w的话呢 把它沉进去 就可以得到影像 那这篇文章的贡献呢 就是告诉我们说 怎么样去制造这些w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要 想一下这个问题 这边有三种不同的 或者是有更多种 这个点点点 就是说很多种 它的layer 这个layer呢 我们要模拟 要模仿GAP Global Averaging Pooling 怎么模仿呢 我们要找出来wkc 那我们模仿的方法呢 是backpropagation 从后面的y 往前面的a 去做反方向的计算 backpropagation 然后呢 我们有了这些CNN的output 这些影像之后呢 如果能够找到这些w 我们乘上这些小f的k 就可以得到这个map 那这个呢 就是forward propagation 来给它做出来 那怎么做 Paper说 这样子做 后面这一个呢 YC Y就是softmax那一层的layer 对不对 它是一些数字 然后这一个呢 AK的IJ 就是那张2D CNN output上面 每一个pixel的数字 所以这边是每一个pixel的数字 我刚刚讲的那个输出我们是几乘几的影像 14乘14还是7乘7 14乘14 好 那这边呢 I呢有14个 J有14个 所以呢 这个影像上呢 是14乘14 是196个数字 所以后面的这个Y呢 是一个数字 这一个数字呢 分别对这194个数字做微分 求它的鬼点 求完之后呢 然后把数字算进去 再把它加起来 加起来呢 再除以196 这样子的结果呢 它叫做alpha alpha的kc 它说这一个呢 相当于你在做global average pooling 你就得到了一个wkc 它的文章里面的alpha kc 就相当于前面那篇CAM的文章里面的wkc 这一个数学就是 它这篇paper里面的重点 它的贡献就是来自于这一个 原来的CAM是这个红色的字 你把w乘上fk 然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map 那它这一个gradient weighted cam呢 是说你的alpha乘上你的ak 所以这个alpha就相当于 上面的w的位置 这个ak呢 就是原来的fk的影像 你把它加起来之后呢 它再加上一个raru 它只要正的不要负的 然后你得到这张影像呢 就是左边这个graded cam的影像 它叛造这是一只猫 所以读这篇paper的时候呢 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先去读CAM 然后看懂CAM是怎么样想的 然后再要怎么样改进 然后你把它的那个思考的方式 想出来之后 你再去看它的数学 就比较容易看得懂 那这边是paper上的写法 就是说 这一个呢就是back propagation 算它的规点 这个呢就相当于 global average pooling 这个就是alpha 然后呢 它就告诉你 你把alpha跟这个a相乘 然后把这个影像加起来 再经过一个raru 直取正的标附的 你就可以得到一张影像 它的影像叫做l CAM的影像叫做m 我们看结果 这个是一个狗一个猫 它判断这是cat 前面的 dog是后面的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 resnet的dog在这边 resnet cat在这个地方 这篇paper上面呢 它还附带了一个证明 就是说证明 CAM那个方法呢 是grade CAM里面的特例 所以grade CAM呢 是比较广的一个定义 那这个比较广的定义呢 在一个特殊的情况 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这个特殊的情况 就是说 如果你用的是 global average pooling grade CAM 就会简化到 CAM的这一个模型 所以它这里面 有一些数学的一些推导 好 这个就是f 影像加起来 global average pooling 然后这个呢 就是它的softmax的 那些数字 自己花时间回去看好了 好 我们这边就预复 然后它这边证明 在global average pooling的时候呢 这一个backpropagation的微分 加起来之后就是w 好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叫做resnet 50 首先说明一下这个名字 什么叫做resnet 50呢 resnet 50呢 是一个deep的很深的 residual残余的neuronetwork 那50呢 是说它有几层的layer 是有50层 resnet呢 最重要的innovation 创意 在哪里 就是呢 resnet呢 它有一个叫做skip connection 它这边左边到右边呢 是它走的路线 它左边一个输入进来呢 它经过一些 三乘三convolution 三乘三convolution 然后呢 这个呢 跳过这两个convolution 直接送到后面 然后呢 再跳过这个convolution 再送到后面 再跳过convolution 再送到后面 它的concred position在哪里呢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跳过的这些线的话 那你这个轨点呢 经过了很多层的propagation以后呢 它会趋近于零 趋近于零之后呢 你就没有办法算了 没有办法算了之后呢 你就没有办法做back propagation了 所以这个neuronetwork 就没有办法算下去了 那它这个呢 往后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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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保留原来的 前面那一层的 比较多的讯息 所以它的轨点不会是零 这是它的解释 那我的解释是这样子的 它往后送 这一张影像往后送 就是说它没有改变 那中间这两层的convolution layer 干嘛 它在找一些feature 它把这些feature 可能是low pass 可能是high pass 可能是找直线 可能找斜线 可能找圆弧的 它在做一些enhancement local的enhancement 它可能是enhance斜线 enhance圆圈 enhance直线 或是enhance edge 然后它把enhancement 放到你原来的影像里面 然后到下一层 再做另外一个enhancement 然后呢 再放到你原来的影像里面去 所以你数学上写的话 你就是有原始的影像 从头到尾都在那边 然后中间加到了很多的enhancement 加了比如说50层的 不同的奇奇怪怪 各种的电脑像出来的 enhancement的方法 这样子让你去看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看得出来 所以我的解释是这样子 它保留原始的影像 然后反而影像上 加了一些enhancement local的enhancement 对于它后来的判断会有帮助 好 那我们的这个model 是直接从Keras那边下载 Keras它提供了很多的model 你可以直接去用 这边是它网页上的list 它有VGG16、VGG19、Resnet50、101、152 还有Version2 还有Inception v3 这个是Google常用的 还有其他的很多的网路 Euronetwork都在这边 它告诉你档案大小 它告诉你top1的accuracy 就是说你只看最高的那个物件 它的预测是否正确 那正确率大概都是70%以上 那top5的accuracy 就是前五样的预测里面 其中有一个是正确的那个物件的话 那准确率都是大概90%几 然后你参数有几个 然后你有几层都写出来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这边下载 你可以把它的model 还有把它的位置通通下载 然后你就可以拿去用 你可以只训练后面几个layer 你也可以把这个model从头到尾都训练一遍 比如说你在外面 说我们要测试面包计算价钱 可以找VGG16或者Resnet50或者Inception v3 然后你去面包店拿一些面包照一照 然后开始从头训练 然后找出一个面包计算价钱的AI程式 还有芒果甜不甜 大概是这样子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sauce 这个程式的来源是Airway 它是在2019年4月5号放上去的 你可以在这边看它的原始档案 我们送一张照片进去 送完照片进去之后 它会给你Soft Max 会有很多个排序嘛 对不对 然后把排序最高的五个列在这边 然后前三名它的heat map 还有它的分类放在这边 第一个叫做豆牛袄在这边 第二个叫全尸狗 这两个其实看起来蛮像 去看那个就Google去搜寻一下 然后第三个是虎猫在这边 然后它们的几率分别是0.40 0.275 0.085 在这边判断了 这个程式各位那边也有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层的convolution layer 叫做ResNet 5C Branch 2C Convolution 2D 它的参数是7乘7的照片 然后照片有2048张 所以乘起来的话参数有这么多 它这边有用average pooling 但是我们不用 你也可以用用看比较下来 你有没有算错 然后最后的呢 它的Soft Max它是一个dense 它有一千种一千种物件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利用这一个convolution 2D的layer 跟最后这个dense的layer 去做那个back propagation 现在那个最重要那个layer target layer叫做ResNet 5C Branch 2C 我们输入的影像就是有狗有猫的那张照片 所以第一步呢叫做processing image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function叫做grade cam 把model送进去 把image送进去 它会给你一个heatmap 还有它一个prediction的名字 好 看一下那个程式 我们第一个是load image 它进来以后变成224224 然后呢 我们要把影像转换成nparray 然后看它的大小 它的大小是224乘以224 然后有rgb三个颜色 然后呢 它要加一个batch size 那是为了tensorflow的 前面要多增加一个dimension 然后看到它的shape就是1 2 2 4 2 2 4 3 接下来呢 我们必须要改变它的那个rgb的order 要符合它的resnet它送进去的那个顺序 我们必须将rgb转换为bgr的顺序 然后减去各个通道的平均值 所以有个叫做preprocess input这一个function在这边 这个就是gradecam的那个function define function 有个model 这个x呢 就是input image 然后呢 我们跑程式的时候呢 我叫它列印 列印出来就是1 2 2 4 2 3 然后index呢 我这边放0 0的话就是找最高的那个斗牛熬 对吧 然后如果你把它改成1的话呢 它就会出现那个全尸狗 改成2的话呢 就会出现那个虎猫 你可以继续改 总共有一千个 你可以看 好 第一个呢 你要取得它的分类predict predict 那predict出来之后 总共有多少个呢 有一千个 然后我们给它排序 排序之后呢 我们去看前面的前面五个 然后这个index呢 就是说我们predict的class呢 我们要哪一个 我们刚刚放0嘛 0就是最高的那一个 所以你待会可以去改这个 改这个你会拿到后面的这些影像 然后predict class出来是多少呢 它原来的class是在第243 然后呢 你要列出来嘛 然后列出来之后呢 你要它的名字 取得分类名字 所以这个list里面就是什么 虎猫啊 斗牛凹啊 什么全尸狗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放进去之后呢 就可以拿到它的名字 然后predict output class的shape 这样子是一个tensor 好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 然后呢 我们要拿最后一层的commodation的layer 它的输出的这个影像 它的影像是7乘7的影像 总共有2048个 好 所以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呢 我们这个model呢 要get layer 这个layer的名字给它 它就会把这个layer 放在这边来 把这个layer出来呢 它的就是teros的layer 它告诉你是一个teros的layer 然后呢 我们要算一个轨点 轨点 我们有记得那个轨点是要从 partial y partial大a 对不对 y就是那个output y在这边 就是prediction的output 那个y yc 就是那个class 然后last convolutional layer 这就是那个a的ij 然后我们要算它的轨点 然后轨点就算出来了 对吧 然后那个轨点呢 那个y呢 是只有一个数字 那这个layer 那个a的ij呢 它是7乘7的照片 然后有2048张照片 所以你得到的这个轨点的shape呢 就是7 7 2048 有这么多个数字 然后呢 你要把这些key度加起来 就是summation 所以这边就把它加起来 加起来就是pool的轨点 那这个pool的轨点呢 就是相当于CAM里面的那一个GAP general average pooling 然后general average pooling呢 就是看你有几张影像 我们有2048张影像 你就有2048个数字 所以我们这个步骤呢 就可以得到alpha 它新的paper是写的是alpha 这个是Keras的function 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说我们要把model input 我们要送一张照片进去嘛 送一张照片进去呢 我们要得到这两个的output pool的gradient 还有last convolutional layer 这个K function K function 这个是Keras的backend 这边有一个K function 你把这个K function呢 第一个是input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都是output 你把function送进去之后呢 它可以更新output 把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都通通更新 它用这个input送进去 然后把后面这个output 给它更新 所以要用到这个K function 这个函数 那我们这边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那个狗跟猫的照片送进去嘛 model input 然后它会更新这边的 pool的gradient 就是那个alpha 跟这个last convolutional layer的output 就是2048张照片 我们叫做a feature 怎么更新呢 把这input image送进去 这是input 然后呢 output就是这两个 pool的gradient 跟last convolutional layer 这就是output 那给它一个value 这边给它一个value 所以 这一个是input 是放在这边 这两个是output 放在这边 所以就得到这个output了 所以这边有2048 这边是77 2048 所以这一个2048就是这边的alpha 那这边的这个就是它的影像 所以前面这一个是alpha 后面这一个是影像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alpha跟影像 一对一的相乘 那我们这个案例呢 就是要相乘2048次 相乘2048次 然后每一张影像都是7乘7的 你可以得到一个gradecam的影像 这个就是刚刚相乘 然后加起来的结果 然后加起来以后 然后做出来heat map 然后再显示出来 那这边有说明model这个函数 你可以得到model的output 还有model的get layer 这个都在那个ipython程式里面 然后这个keros backend的k的gradient 还有k的sunt 还有k的function 怎么用 我们可以看一下 接下来讲一些医疗上的一些案例 像这个呢 是一个皮肤癌的照片 经过AI的判读以后呢 他会给你的heat map 他叫你特别去注意这一区域 那这一个是CT断层扫描的影像 这个黑黑的地方是肺部 他会叫你去看这个肺部红色的地方 就是有一些病灶 这是MRI的影像 这是一些肿瘤 脑部肿瘤 他会叫你去看这些heat map 比较亮 heat map比较红的区域 你要特别注意 他的肿瘤的发展的状况 这个是眼底镜 这个是由高血压hypertension的眼睛做的眼底镜 然后呢黑色的圈圈呢 是找出by rotation的分叉案例 他就叫你要注意看这些区域 然后看有问题 这个是没有hypertension 没有高血压的眼底镜 看起来是就比较正常的 好 这是第二部分